你没做成的事情 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呢 它帮助你觉察你的什么认知障碍 使你做不到心想事成 呈现不出本自具足的状态 不是外面的原因 不是政府的原因 不是制度的原因 也不是规矩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 自己认知障碍 如果你能这样去理解的话 你通过外面的事件 通过你努力做事 做不成 你发现 我的什么认知 障碍我做不成这件事 这时候你是在觉察你的认知 当这个认知被觉察出来的时候 你把这个认知一颠覆 下次就成了 这叫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不相信在座的各位 你是一路成功的 肯定是有多次的失败的叠加 走到了今天 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能从失败里获得 你自己调整的立足点 那个人生功课 没有人帮你完成 没有人帮你完成 贵人也是因为你自己 有这个愿 有这个觉知 他会在这个时候呈现出来 这个助缘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理解不同层次的创新与发展 我们强调的是从顶级层次 为什么从顶级层次 因为任何中间层次容易让人执着 只要有形有相 容易让人停留在那个境界上 容易变成一个山头而止步步前 因为生命的终极目标是 恩维恩趋于无穷大 你在任何中间的层次 都有可能停顿 都有可能因为你达到了某一个高度 而失去了继续提升的动力 那叫走火入魔 那是棱烟经里说的 物食阴魔 只要任何有性有形有相的东西 成为你的中间层次的话 所以基督教在这个层面上 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法 他对三维的人而言 他把四维到恩兼一维 全部给你去掉了 他说你离开三维的人 就是恩维的神 中间你千万别执着 你不要找任何偶像 你找任何偶像 都是撒旦 他说的科学吗 太科学了 因为金刚经理也是这么说的 若以阴生色相得见如来 是人行邪道 不可见如来 所以我们人类智慧 在不同层面 同样告诉我们 终极智慧 才是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 才让我们持续 不退转的 要发出的生命大怨 我们在过去 小时候经历过一些事情 当时觉得 恐惧的一塌糊涂 纠结 天要塌下来了 等我们长大 发现那是一笑话 我们很多人 有过这种人生经历 我现在上这个山的时候 觉得它是一个山 等我上到这个山的时候 一看这个山 是一小土包 根本不值一提了 这叫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想 但如果我把这个山 当成我人生的 唯一目标的话 我这辈子不见得上得去 还累得气喘吁吁 但如果我把最高境界的山 当成我人生目标的话 眼前这座山 必须得过去 动作还得快 姿势还得优美 还得潇洒 这是因为你有 巨大的能生愿力 而产生的巨大的 当下的动力 你眼前没有过不去的 只要是在你内在 成长这条路上 你必须超越一切障碍 如果你认为 有些地方你是过不去的 这事太难了 你只要起这一念 只有一件事情的答案 就是愿力不够 当你有真正足够大愿的时候 在现实中 就是天空飘来 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 有大愿的人 现实中没大事 在座各位 你们的人生中 是一次一次突破了 别人认为突破不了的关口 半生不了的高度 才走到今天 但是对于一个灵性成长来讲 他有更大的诉求 更大的生命诉求 那我们说大愿是什么 我曾经给十方元的这个核心义工上课的时候 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大家把愿写了一黑板 我今生大愿 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一看绝大部分都不是本质的大愿 都是阶段性的 很多明明就是在三维空间的这个大愿 坦率的跟各位说 三维空间没大愿 因为到第四维三维空间的一切 就跟人看蚂蚁 你说蚂蚁有什么愿 蚂蚁把自己的窝垒高一点 有什么用 对吧 咱们一脚一踩别了就 所以三维空间没大愿 所以真正的大愿从哪找 金刚经一开篇就给我们讲清楚了 一开篇 须菩提就问释迦牟尼佛 善父主诸菩萨 善护念诸菩萨 云和住云和降伏其心 他说的什么意思 他说佛祖啊 你对这些要成就圆满生命的这些 圆满智慧的这些生命 你嘱咐他们 护持他们神吗 让他们的心住在哪 才能降伏一切妄念 降伏一切心魔 佛祖跟下来回答就是 如是住如是降伏 让他你仔细听的 是这样的 如什么是呢 发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什么叫发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用我们普通话说叫 发无上正等正觉大愿 什么叫发无上正等正觉大愿 就是把我们的意识 时刻在住在这个恩为 恩趋于无穷大 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在与神同在的生命境界 在逆盘极境大乘佛法的终极境界 那个指令永远是跟那关联的 只有这个愿 才能称之为大愿 所有的人相大愿 十大愿等等都由这个愿分解而来 分解成不同的愿 所以我们讲的在座的各位 我们今天讲禅创 大家说那个禅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禅创 禅这个字一个视线的视 一个单一的单 它是视线单一的宇宙空间能量状态 什么是单一的宇宙空间能量状态 只有恩为恩趋于无穷大 才是单一的宇宙空间能量状态 到恩简一为就无穷多种能量状态了 所以禅就是离一切向达到最高极致的境界 这是禅境 这是禅的最高境界 所以禅创 是在人生终极指令的引领下 对人生分阶段目标的设定与达成 就是我们还是要落地的 落地到我们三维 落地到我们三维的不同的格局的生命状态 设定不同阶段的生命目标 但它的终极目标不会迷失 你升到再高你知道下一个里程碑是什么 给自己给别人做任何战略 顶层战略的时候方向极其明确 为什么呢 因为在现实中所有成就的事业都在山头上 大部分人是看这个山头上这根旗插在哪 大家往那个方向去 但实际你真正觉悟的人 你知道我们看到是这个山头跟恩为之间的关联 所以你制定的战略只要在这儿你就赢了 只要比它高一点你就能赢 你的战略就领先了 所以在现实中我们制定企业顶层战略的时候 不是在现实层面去分析 用大数据去分析下一步在哪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是直接从你的内在找到这个顶峰和恩为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自己修炼的一个人生课题 是提升我们维度跟我们自己高维能量连接的一次机会 而这个时空里面无时无刻没在创生的这种机会 随时有 当一个人在我面前说出他的观点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的反应 一句话像咒语一般的反应 就是你说的对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个时间我要问我自己下一个问题 他说的为什么对 这个问题是问我自己了 而不是用对错的尺度来判断 因为我们判断对错一定是有一个有形的尺度在判断 那这个尺度只要它存在 它就有它的局限 你就无法丈量这个无限的恩为空间 所以这个对错只是在判断 他的这条路 他的这个通道怎么与道关联 怎么与极致的宇宙智慧关联 他给了我一个误道的机会 所以我在给企业做顶层战略的时候 其实不是在跟人家 是人家在给我出一个题 我这个事业走下去 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我马上想 他这条路怎么跟道通 法法通道 数数寒道 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跟道关联的 所有事情都可以跟道关联 只是我们自己会不会去悟这部分 那有一个法治的人 如果这个人他是法治 他认为只有这条路能通的时候 他就拿这条路把人家想拉到这边来 见到谁都说 这条路是通的 你这条路死路一条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宇宙空间没有一条路不可以通道 所以为什么佛法八万四千门 就是只要我们有一个陈牢 有一个烦恼 他就是我们觉悟的通道 就是这么简单 不是说你必须得到这个法门里面 必须沿这条路才能成就 那是叫什么 那叫法脉 法脉是接引法源的 就是你有这个法源 你走这条路就是能成就 但你的法源不在这 也许你走另外一条路 是最适合的路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生命 已经给我们设定了 大家在做企业 做企业就是我们的觉悟 知道 你做好企业 本身挑战的是什么 是自己内在的智慧 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 是个中医师 会起工 生意特别好 结果有一天 他突然就开了一个非盈利机构的 中医药大学 别人都认为 他这人是不是着了功德相了 把自己整那么忙 自己的诊所也过不过来了 跟我说 刘老师你去看看 你跟他聊两句 结果我一看不像 我就问他 我说哥们 我说你这是干嘛呀 你这个中医诊所这么好 你能帮那么多人 帮人解决痛苦 这挺好的 这行菩萨道的事 你干嘛还可以自己整这么一切忙呢 他说了一番话 让我很受益 他说我这个人 业很重 我天天给人看病 到了削不了多少业 所以我得整个大点的事 大点是让我随时警醒 千万别造业 那我做对一件事能削很多业 这句话给我的启发是什么 在座的各位 你们在现实中 你做一个员工 你做一个公民 应该说没问题 那你为什么做一个事业 做一个企业 还做一个大企业 那就找事 但是 没有一件事是找来的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们内在认知的呈现 你做这件事 能让你内在的认知障碍 密集的呈现在 你的生命的有限空间里面 给了你迅速提升精进的机会 大家注意 这是做企业的真谛 做事业的真谛 如果你把你的企业跟事业 跟这件事关联起来 你怎么做都对 如果没跟这件事关联 你只是想外求一个成就 外求一个成果 外求一个结果 对不起 透支生命能量了 你会越做越艰苦 越做越纠结 所以必须得合一 必须得把自己的事业 和自己的内在的成长 结合 那这样你就发现了 我当老板的时候 我天天面对政府 天天面对工商 天天面对员工 面对合伙人 面对客户 没有一件事 不是在修炼我自己 没有一件事 不是在我内在提升 然后每一件事情 都会带来你的发喜 所以你带的是喜悦 你做这件事 充满喜悦 人说修行是一个艰苦的事 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那是根本没修 没有进步 你进步肯定有喜悦 它卡在一个坎上 它天天一辈子 就弩这一个坎 其实不是 真正的修行 精进的时候 你充满喜悦 你的生命中充满了法喜 它跟外向没关系 只有活在外向的人 才天天在浪尖上 浪鼓 浪尖浪鼓 在折腾自己 如果你真的知道 这些起起落落 全是自己面对的 应用题的时候 你内在 就会充满了 对自己突破的喜悦 所以这就是我们把 在不同层次上的 这个创新和发展 跟自己内化到 自己内在的成长 自己是否能够 捕捉到这些灵感 是否在践行 这些灵感中 真正做到内圣外王 是否你能够 卑至双月 你既有助人的慈悲 你又有助人的智慧 这全是挑战自己的题目 没有一个题目 是要求别人的 但你扮演角色的时候 你手里拿这一把刀 你该砍的时候 你砍不下去 说明你的智慧不够 你该裁人的时候 你这刀下去 就得裁掉的时候 你动侧隐之心 那就不是扮演 你这个角色了 你这个角色就是这样的 你裁下去 这一刀就帮了他了 你没裁这一刀 让他产生的依赖 在他生命挑战的机会 就丧失了 这时候你就通达的去 把所有的东西 你都转化成 你自己内在圆满 和智慧的一种提升 那关公过五关 斩六将 他该斩的时候 他必须得斩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承担的责任 和使命在这儿了 那时候说不行 我不能杀生 那是两码事 是吧 杀生是因为自己的贪婪 要去杀生 是因为自己的需要 所以我自己20年前 一顿饭就开始吃素了 那我并没有说 所有人必须得吃素 但我自己知道 吃素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我认为动物的灵 也是三维的 我跟他的灵产生纠缠到 我的清明度会受影响 我们人有兽性 有人性 有神性 有天性 有天性 有神性 有灵性 有神性 我们修行就是把这些能量的 分配比例改变改变 让我们兽性少一点 让我们的神性多一点 每个人都有 不是没有一个纯净的人 如果纯净神性的人 已经不是人了 那我们只要是人 我们身上每一种属性都有 但是我吃肉我吃多了以后 我的兽性多了 那我得花太多的时间 在我的灵性成长上 去超越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东西只是自己个人 在修行上的一种选择 它不是对别人的一种要求跟约束 所以新时空下 企业家事业和修行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在这个时空里边 每一个企业家所面临 对于这个新的时空能量的分析 那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现在都在讲生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生存环境中的那种不生态 不符合生态 自然的这种状态的东西 那我们把生态赋予一个更深的意义 把它跟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 跟整个道统文化关联的时候 我们发现生态可以连接一个纵向生态链 它叫宇宙生态 自然生态 能源生态 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 当我把纵向生态一连贯 我们发现原来生态是道 无时不在 无处不由 生态文明是德 是境界 是我们能修炼到什么境界 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要求 那生态责任是律 承担生态责任是律 但很多人以为律是对人的限制 其实生态责任这个律不是限制 它是个体和组织对众生爱的承诺与担当 那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是否在这里面去付出这份爱 去担当这一份 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事业是否能在这里面扮演一个 有担当的角色 这样的你自己生命的厚重感 你自己那种自我认知的价值感 和你自己自内在具足圆满智慧的那种内在的底蕴 才能在你的事业里面生发出来 如果我们只是被一些现实的需求 表象的需要 人类满足人类的欲望 和造成人类恐惧的这些生意系统里面去做事的 你自己都会觉得很别扭 你做着做着自己觉得不舒服 你内在要不就麻木掉 我不去想 反正我就挣钱 我就扩大做大 只是这么想 但实际你会经常性的反思 有意思吗 有意义吗 你会想这个问题 下一步会怎样 我再加一个零两个零会怎样 所以实际当你想到这个生态 这个责任和担当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感觉马上就不同了 它反映的是你自己内在境界的呈现 特别是我们 当我们把这个爱的能量 融入我们的事业的时候 就更不一样 爱是我们三维空间 能够感受到的最大的能量 因为失道而后德 失德而后人 就是离开四维空间 进入三维空间 这个宇宙能量变成了爱 这个人就是爱 是两个人 一个有形的人 一个无形的人 他是临界态能量状态 临界态的能量状态 是以爱的形式呈现的 而这个能量 在我们有形空间里面的代表就是太阳 我们大家看太阳 它只付出不求回报 它无分别 那我们再仔细想一想 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就俩字 付出 为什么爱的本质是付出 因为我们每一个生命内在本质具足 对一个本质具足的生命来讲 它的能量只要流动 就是付出 它不可能拿回来 它不需要拿回来 因为它本质具足 它为什么要从外边拿呢 所以正向的流动 就是付出 这个宇宙自然能量流露 就是付出 我们自己在座的各位 你们有体验的 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美好 当我们想他会不会同样爱我呢 这一念一起 这好感觉马上没了 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这个能量很自然 所以我们创造一个企业 创造一个实业的话 我们是怎么能把这个能量付出出去 形成一个循环 形成一个内在和外在能量的循环 这种循环在这个时空里边 已经把我们的整个能量循环 从商业模式的横向运作 转向责任模式的纵向运作了 所以商业模式引领的时代过去了 如果在座的 我们还在商业模式里去寻找方法 寻找空间 寻找新的创造性的商业模式的话 对不起 越来越难